哈啰 大家好 欢迎到Y.A.Diary 我们说七八月份真的是暑假市集的大忘记 那这一回我们要来参加的是自己印的市集 那今年主题叫做只交代乐园 我们就一起进去看一下创作者们会有什么样子的新创意 以及市集本身还会有什么样子很棒的小活动吧 那我们出发吧 自己印的主场所以最前面摆了大的摊位也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这次市集自己印有了新的展现 第一个就是这一整面的歌型贴纸 这些可爱的小贴纸们有魔造纸、PET以及盒纸的材质 主题有人物、动植物和各种议题的呈现 我个人很喜欢这一张还有这一张也很美哦 那另外跟着我来看看这边 还记得自己印有一只白色的熊说吗 他的创作者是Wendy 这一回很猛烈的出了大约70款的盒纸交代 老板说这些创作已经汇集了好一阵子 一样是有多种材质的 除了传统印刷之外 有一些款式还使用到新的油墨印刷技术 所以看起来特别的油亮又立体 有一些花纹和图案 单纯拉条使用就很漂亮了哦 那我觉得啊 一次性在设计里面涂出这么多款的新品 真的是很强大也很有勇气的行为 这一次WIN也是小宇宙大爆发啦 推出了爆炸多款的新品 切看布品类 有好美好美的束口袋 还有防泼水餐垫 这些布料啊 真的可以直接裁成长裙兰饭兽 好想要穿在身上耶 那回到主题 这一回的新品有 怕你买太多东西 却没有好看的信封可以搭 所以推出的多款小信封 不管是粉嫩还是复古色系 那当然还有横版和纸版的 绝对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再来这三款圣牙卡纸做的烫金明信片 先不说图案了 光是在颜色还有文字的选择上 就足以营造出典雅的质感 除了前面的介绍之外 带各位看一下纸胶带们 两款盒纸胶带 流光沉露 亲爱的戴希 颜色都好温柔 好想要被包围 那至于这款PET的雾面烫金 世花与吉 在公布图案的时候啊 就很想入手了 美图搭配了自己印的烫金工艺 让这些温柔的小花 增添一点贵气感 那当然啦 现场的sample本本 呈现出非常多美好的应用 再来是这一次吸引到 父老丛丽姐妹眼球的 拼贴素材变千本 而且一次能给你出六本 太霸气了 每一本里面是有六十张 十种的图样 等于一种图样有六张 非常够用 我原本只有锁定 比较复古色系的这两本啊 结果一看其他风格的本本 就扒糟了 像这样子不同的花坏配色主题 一秒钟就会让人钱包不保 前阵子我们才刚开箱完了 有过少人已经拥有的喵大 大拳套之后呢 又立刻迎接一次新品暴击啦 在摊位上可以看到 先前有出过的商品 那这一回应自己印的市集 喵大还推出新品 三只银 追起在森林里面 开心吟唱的动物们 出现在盒子 还有P&T材质上 而且两者都是有烫金 每一款循环有150公分 让我实际看一下Semple的使用 有没有一种香酸的温暖感呢 而相同的图案呢 还出现在玻璃杯上哦 超可爱的耶 很想要入手用来喝茶 几乎只有在自己印试集 才会看到的90呢 最新推出两款非常好用的 Paperholic 3和Paperholic Mini 很多的拼天爱好者们出门旅游 都会带一些纸胶带 或是纸材来搭配使用 看一下Paperholic 3 所营造出来的素材堆叠感 就很像是把不同的纸材 预先帮你搭配好 基本上只要带它出门 就可以稍微减少 现在几款素材啦 再看看之前的旧品项 也都是很好搭的朋友 光是看就可以想象到 怎么样使用它们了 完全可以加快 拼天灵感的发想 最后看过来这边 用你的特帮小卡哦 继续来看到这个闪亮亮的神秘卡片 来自Kiyoko Studio的设计 这个品牌的绘画风格呢 带有神秘感 以及很多符号水的元素 有不少作品都会有这种 绘制性力的笔触呈现 各位看一下这样子满版图样 相当的华丽 又带有一种魔幻 和难以捉摸的气氛 我觉得这样的作品 除了可以做成明信片 纸招带这类的文创小物之外呢 也很适合塔罗牌 另外它还有像大麻这种的系列商品 和刚才的华丽风格 截然不同 之前和朋友聊天的时候啊 听到一个我觉得很贴切的说法 那就是杨军的纸招带 连排版都像艺术品 去年在文博会买了几卷之后 帮我的月记室手帐 增添很多美好的面貌 这一回是有三样新品 荒花 双色 还有A Little Yellow A Little Green 最后我选择荒花 排版真的很像艺术品一样的美哦 一阵一阵的画面啊 不需要过复杂的手法 就可以成为拼天作品当中 单纯有美好的风景了 那如果有拼天小卡的话呢 想必也会是设计感 十足的好作品哦 上一回的文具展当中 已经有购买乐意的新品了 但还是忍不住要赞叹一下 这些好美的花花 好用的妹子 那因为已经购物了 所以可以放松看看 指教带的循环图 再次把大家推坑进来 纸上旅行的新品也是几乎都够入了 所以这一回也是轻松的 再来摊位晃晃 上一回有提到 纸上旅行和持续纸品有合作的手抄妹帽子 真的很香很香 所以买一整包回家收藏和使用 那还要在许悦以后 出更多漂亮的便签和纸招带啦 嘿 这边还有我的蓬蓬小卡 再次开心 之前对于仙女玩作品的印象呢 是有很多彩色的大小泡泡 以及非常好用的花花 所以这一回 看到没有这么多彩的产品呢 本来是没有被烧到的 结果看到重音厉害的拼贴小盒子 立刻就生火啦 这些奶茶色的花枝卷 闪耀立体烫金的光芒 另外像是泡泡里的世界 还有打一个结这些新品 同样是这种奶茶色调成现 看久了会觉得有一点温暖 有一点优雅 那另外在大套组里面呢 还有这种小面签 彩色边框 似乎只要在中间简单摆一些物件 就会是很温暖 让人看了心情很好的美好品贴 莫代志这一回出的新品 是庄宇系列 一款是盒纸材质的棕色黑色线条款 另外是盒纸 还有PET材质的红白色搭配款 各位仔细看一下哦 这边的粗细不一的线条 在硬床上面 可能就不容易呈现了 再加上水晶工艺 把图案所有细腻的地方 都完整的呈现 同一系列的图案呢 使用到印章上 表现效果也非常优异 先前在成品男性店的自己印门市 看见懒惰手机的特展 那这一次呢 特别想要在市集和创作者见面 只照在商品呢 我持前前出的两款 相关应用 我们也放在IG上面咯 再次看到这些可爱的小少女啊 真的觉得很开心 这种绘画的风格呢 我个人是比较少看到的 创作者并没有选择太明艳的色调 而是营造出一种很乐意的气质 这边再一次给各位看看手机的绘稿 真的很可爱吧 好期待未来看见创作者 还有更多新的尝试 或是什么时候再开四言会啦 非常期待小行星的新品来啦 这一次有文字练习所三款 分别是深灰色系的雾面和亮面PET 还有淡彩色系的雾面PET 都是走一种时尚杂志风格 而且相同文字 使用不同材质或不同颜色印刷 就可以营造出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那另外呢 还有灵感拼贴式 里面呢 一些点点色块还有文字 感觉也都很适合拼贴打底 或是旁边搭配一些小点缀啦 就非常的好看 那另外 还有这种小便签卡 一次出了好几个系列 一图使人打开钱包 所以我就和朋友一起包啦 那至于消费满额 可以挑选小贴纸 真的是超级快乐 先前获得了近人路的变迁 让我在拼贴路上 完成不少新的尝试 这一回又看到出了新的 方形和圆形变迁 而且这样一组的色系呢 适合用在复古 时尚或轻轻的拼贴上 所以就立刻入手啦 还有这种 在烫金纸材上面的小框框贴纸 看起来也是小巧可爱 非常讨喜 至于其他的纸胶带和少女变迁 懂素材 也都可以在网络上看见很多人使用哦 是温柔可爱的系列新品 拿着一次试纸 消费到一定额度就可以获得小礼物 还可以参加福袋抽奖 给各位看一下满额有什么呢 分别是盒子贴纸两张 我们是只交代两款 专印贴纸和啤酒杯组 以及我最想要的 好多兔兔扑克牌啦 这是双猫牌会图事务所 狗狗的小跳步 懒惰手机 还有佩佩 四个品牌各画一种花色 超可爱也超喜欢的 那至于福袋呢 我这个人有一点臭手 所以第一天没有抽到 第二天拜托朋友就中奖啦 福袋真的是非常的福哦 有盒子大房帖 口罩 贴卷纸招带 和一颗印章哦 非常感谢朋友的金手 那这边有一个特别的小物 想要和各位分享 其实呢 就是我一直很想要画四眼会 可是又不太好意思 结果朋友就送我这一张 颠幕制作所的四眼会 我是感动到当场鼻酸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 那详细的开箱呢 可以看一下我们先前的直播哦 自己印市集呢 第七年的耶旦节 推出了公益明信片活动之后 这一次印主题 号召38位的创作者 打造出39款的公益卡片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不同创作者 是如何来呈现乐园的概念 那除了进入到市集 就可以获得一张明信片之外呢 如果你想要多拿几张 可以到最后面的公益专取乐捐 无限金额就可以再多拿明信片 如果以后参与市集 还有看到这种很有意义的活动呢 大家都可以一起参加 我们后续也会办抽奖 和十位朋友 分享购买纸胶带和做公益的喜悦 请各位锁定我们的频道 还有IG咯 每一次呢 都在这集印市集 度过的非常美好 而且很有意义的时光 这样子愉快的逛展时刻 希望有好好透过镜头分享给大家 文具圈就是这么样的温暖又充满欢乐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 我们下支影片见啦 拜拜